猪猪的土著猎人抓猴子有一套自己的办法 他们先找到一个洞口 大小和猴子的手差不多 让猴子的手刚刚能伸进去 然后在洞里放上猴子喜欢的食物 猴子经过的时候 发现了里面的食物 就会伸手去拿 因为手里抓满了食物 他的手就会被卡在洞口 绝大多数的猴子都不会松手 而是从各个角度 抓住食物往外拽 等猎人回来的时候 猴子还在那折腾 猎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抓住它 这只猴子从此就失去了自由 达尔文说 我们是由猴子进化而来 但我们比猴子强不了太多 很多人的焦虑 痛苦 根源就是因为手里抓着那把吃的 拽不出来而已 森林里有很多大树 树上有很多果子 可是你都忘了 我植为根 生猪烦恼 若不植我 无烦恼固 原来 万千烦恼的根源就来自于我植 植则迷 迷则不悟 所以叫植迷不悟 我植便是执着于我 世间每天都发生着很多灾难 但我们往往只是心生感叹 并不会有切肤之痛 原因就是其中没有介入我 只要发生的事情介入了我 烦恼就会源源不断而来 就像王尔德说的那样 人生只有两种悲剧 一是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 另一种是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当你得不到 你会失落 会愤愤不平 当你得到了 你会厌倦 或者害怕失去 患得患失 放不下我植 得到与得不到 都有一样多的烦恼 我们总是要咽下一些委屈 然后一字不提地擦干眼泪向前走 没有人能活得像白纸一样干净 成长的代价 就是让我们失去原有的样子 你在意什么 什么就会折磨你 你计较什么 什么就会困扰你 生活之苦 苦于执着 人生之难 难于放下 学会放下 才能更好的前行 我是陈克将军 感谢一路有你 加油